大家好,我是小鱼 今天我們來做好吃的米飯 首先準備適量的大米 倒入清水 浸泡一個小時左右 再準備一把乾香菇 倒入清水 清洗乾淨 然後把水倒掉 再倒入清水 泡發 接下來 準備一個砂鍋 底部抹上食用油 然後把泡好的大米 控干水分 全部都倒入砂鍋裡面 再把表面整理平整 然後倒入泡香菇的水 煮出來的米飯更香 水沒過大米 一厘米左右就可以 然後蓋上,水燒開之後 轉小火燜10分鐘 再準備兩根臘腸 切成薄片 切好之後 裝入碗中備用 再把泡好的香菇 切成小塊 切好之後 裝入盤中備用 這時候 我們的米飯也已經燜得差不多了 再把臘腸擺在米飯上面 再把香菇也加進來 再加點孩子喜歡吃的豌豆和玉米裡 再加幾顆小心菜 再加幾顆小心菜 最後打入一顆雞蛋 再沿著鍋邊淋上一點食用油 然後蓋上小火再燜8分鐘 再來準備一根大蔥 切成蔥片 擠拌大蒜切成蒜片 鍋中油燒至微熱 下入蔥蒜片炒出香味 炒香之後 加四勺生抽 一勺老抽 一勺蠔油 一勺白糖 然後加一碗清水 燒開之後 把蔥蒜片撈出來不要 醬汁先放一盤備用 哇好香啊 再把醬汁倒進來 再撒點熟芝麻和香蔥 就更香了 香噴噴的包仔飯就做好了 把它攪拌一下就可以開吃了 這樣做出來的米飯 大人孩子都非常愛吃 我家孩子都能吃兩碗 有菜又有飯 營養也是非常的豐富 簡單又方便 連菜都不用炒了 如果你喜歡也試試吧 喜歡我的視頻就關注我吧 謝謝您的支持